好了又到了赶三谷的时间了 今天聊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龙哥 又到了吹吹牛聊聊天的时候了 今天时间应该不会很长 主要的话题是想说一说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 大家有没有追剧 龙哥追剧 龙哥在海外也追剧 最近我经常在追剧的一部电视剧 名字叫狂飙 自从看了狂飙电视剧之后 很多人现在爱上了陈皮 狂飙一出 陈皮翻倍 炒得特别火 最近的陈皮价格几乎炒到了一个天价 龙哥不需要炒 龙哥早就在几年前就炒起来了 把家里都炒满了 整整的两大箱子放着 慢慢的喝 又15年又20年又30年又40年都有 最好的陈皮价格是在55年 那是老贵老贵天价 所以每天煮一点陈皮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前段日子 那个新冠的病毒 然后龙哥就三天两头就泡那个陈皮水 三年疫情 龙哥没有做过核酸 龙哥也没有打过疫苗 龙哥全靠是陈皮扑尔 每天点香喝茶 点无双隔的香 齐南成香 点点泡一泡足足水 这是毛病又在发疯 然后早晨起来之后 听了几首非常好听的老歌曲 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 现在90后有可能不太熟悉 不过从其他的翻唱歌手当中 也可能知道一二吧 但是我今天说的这首歌曲 就是我们的那个年代的歌星 叫张强 大家认识吗 和龙哥是同龄的 张强 一代歌星张强 他的歌声陪伴着我 慢慢的长大 我们那个年代啊 就是龙哥那个年代 手上另一个四喇叭 然后呢 在校园当中 很屌的 真的 穿着喇叭裤 穿着花衬衫 留着长头发 龙哥这个头发一流留了二十年 手上另一个四喇叭 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非常不得了 阿华田 是吧 所以说那个年代呢 就是很怀念 人呢又比较单纯 都是傻傻的 傻乎乎的 是吧 感觉自己老帅老帅 喇叭裤花衬衫 口里 口上吧 还叼着一支烟 八四二十人 很短很短的那个烟 不是那个 八四哀特布 不是啊 是那个 这个什么 不能介绍太多 反正就是这样 一个烟 长头发 花衬衫 喇叭裤 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标配 龙哥在学校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守纪律的 反正老师啊 同学啊 看见我都有点害怕 属于是不良青年 不良少年 反正就是那种 让人觉得很反感的那种 当时年轻嘛 不懂事 不像现在成熟了很多 现在变成了一个好人了 变成好人 真的很不容易 好 话要到回来 张强的歌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月光迪斯科 非常经典 是吧 八十年代 就是这种歌曲嘛 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查询一下 非常的好听 好吧 那么今天呢 其实呢 没有多少的话题 我只是打开视频的 每天就想和朋友们聊一聊 然后呢 想回答一些油油的问题 但今天呢 没有好像有油油 帮我龙哥留下任何的问题 昨天的评论 清一色 都是新年快乐 周末愉快 龙哥周末好 点赞支持 然后再来个恐龙 医生 护士 我也不懂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评论 然后呢 有些这样的留言呢 我一般都点一个赞 算了 就当是回答了 因为我都不知道 怎么去回复 医生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 那个恐龙是什么意思呢 我真不太明白 就是说 可能你们运用了 网络的用语 也有可能是平台上 像这样的制服 可以得到流量 但是龙哥确实不知道 怎么去回复大家 所以请多多的谅解 我就点一个赞 算了 不见得你说医生 我说护士 你说护士 我说外科大夫 又不是对案 是吧 那么 接下来呢 我就把昨天出门采买的视频 放到视频的当中 分享给大家 昨天我去买了贝盒 然后回来之后呢 把它稍微蒸了一下 因为今天龙哥要包海鲜汤 稍微吃一下 因为明天要下雨 又是湿大大的 今天要稍微滋补一下 然后再泡一点海参 海参吃完了 所以这些小视频呢 我把它归融起来 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那请看以下的影片 好 龙哥准备买点贝壳回去 蛤蜊 这么大 这么大 烧汤 是 我 是 就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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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個 這個 好 謝謝 白點明天的燒湯 這家魚鮮蕩很新鮮 裡面還有很多分解的蟹 新鮮的鯛魚 3370元 3370元 70元 謝謝 買好啦 可以明天煲湯喝啦 賣魚 賣魚 各種各種各種 哇 謝謝 謝謝 回家 買點雞翅回去 嘗嘗味道 好便宜 買回來的貝殼進行了 加工 然後明天就可以把它燒湯 這個貝殼太厲害 太牛逼 一個一個顆粒好大呀 滿滿的肉 現在在這裡吃貝殼吃多了 好吃啊 天啊 海參如何發泡 怎麼發泡 該怎麼發泡 用什麼水發泡 輪哥準備發泡海參 這兩天想吃海參了 嗯 泡完之後會發送啊 以前我也發送過 好的 影片嘛 也看完了 大家感覺如何 喜歡的話 點個贊 可以見 那我們趕緊結束今天的視頻 啊 如果有其他的提問 啊 私信也可以問我 不需要再評論去 好不好 好了 結束視頻 分享生活是一種快樂 我是龍哥 感謝關注每日動畫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好好休息 龍哥開始露貓喝茶 好吧 再見